以色列對加薩的走廊封鎖 跟連番的空襲 在當地已經造成很大的人道危機 其中聯合國在加薩 至少有四個地方的倉庫 週末竟然有數千名的巴勒斯坦人 闖進去了 他們也逼不得已 因為沒有東西吃 畫面傳回來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 這是加薩南部的汉尤尼斯 很多人直接衝到了 聯合國的倉庫跟配送中心 去搬走一包包的麵粉 還有各式各樣的民生物資 不只是大人連小孩也加入的行列 當然大家看得很揪心 為什麼呢 他們也說我們是逼不得已的 因為根本沒有糧食也沒有水 聯合國也很擔心 這個狀況真的會面臨全面的崩潰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現在以色列 亮哥曾經在我們節目當中 還有直播都提到說 以色列是殺紅了眼 然後截至十月二十九號 巴以衝突造成雙方超過九千五百人死亡 加薩就八千多人死亡 以色列是一千四百人的死亡 但這個數字一直都沒有增加 其實是加薩這邊人死的蠻多的 然後還有包括十月二十四號的 就統計呢 聯合國就說有兩千三百六十名的 兒童死亡 這個太早了 十月二十八 更多了嗎 兒童已經三千六 對啊 所以因為這時間一定要點出來 因為光這個時間就這樣 因為他每天真的是太殘忍了 每天都有變動 然後呢 那拜登就說他對這個公布死亡的數字 巴勒斯坦的死亡數字 他沒有信心 這個加薩當局有回應他 說我們可以給你所有的名字 天啊 對啊 那因為那個死亡的兒童 腿上都有寫名字 哎呀 那這個更難過 因為當地的老百姨 就是父母親怕找不到遺體嘛 所以都在腿上寫名字 腿啊 手啊 那但是呢 這件事情就凸顯出怎麼樣呢 以色列啊 現在是真的是 但是很極力要搶攻加薩 其實他已經進去了 尤其呢以色列現在擴大呢 從東部展開地面入侵的行動 48小時之後 也釋出了坦克大軍壓進 加薩西岸的畫面 那他的動向呢 就是說要包圍加薩市 然後呢還被講說 這個美國的現在 陸戰隊的快速反應部隊呢 也往東地東海去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撤離民眾 好 另外來看到聯合國說 26萬人留意失所 但是呢 這個納坦雅胡說拒絕停火 還說就是第二次的 獨立戰爭的目標 摧毀哈馬斯 這什麼意思 不過第一次獨立戰爭 就1948嘛 那那個時候坦白說就是 種族戰爭加宗教戰爭 因為阿拉伯國家就認為 你就外來的嘛 那1000年之後 突然要來復國這樣 那他們就很難接受 那他提出這樣的 上綱到這裡就表示 這是一個亡國滅種的戰爭 他等於就是在提醒以色列人 就是說我們如果戰敗了 我們可能會被滅族 就這意思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我 打贏這場戰爭 所以他綁架所有的以色列 民眾說你要跟我往前衝 當然啦 他是這樣的策略 可是人家不一定買帳 是的 因為坦白說以色列內部 現在也有不一致的意見 事實上已經有人 因為在10月17號 民調 那個時候民調大概有65% 以色列人認為要打進去 是 那時候正在氣頭上嘛 對 可是到了 到了最近27號的這個民調說 29%支持大規模進攻 65%掉到29% 那反主張觀望的有49% 可是你也知道啦這個 像那台雅胡這樣的政權 還有軍方 那不可能因為一個民調就改變政策 所以他就衝進去了 這個衝進去 他目前是已經 佔領了加薩市的北部 不過那個地方基本上人比較少 所以現在大家是在看 他要打進去加薩市 加薩市的人口在戰爭前是65萬 那如果有所謂的殘留的人口 這個就是關鍵之一啦 就是說到底北加薩還留下多少人 那本來人口有110萬 那現在一般估計 應該是在10到30萬之間 就是走不掉的 那目前喔 以色列正 警告那個加薩醫院 就是加薩市最大的醫院 他要求他要趕快撤掉 因為他要轟了 對 沒有錯 他是那加薩醫院就說 這個怎麼可能啊 裡面有那麼多病人 有人是走不掉的啊 對 那以色列事實上已經給了他 就是說你再不走 我們就要轟炸 因為他認定那個加薩醫院 下面就是指揮中心 這個我覺得以色列講的部分也是真的啦 就是說哈馬斯的地道 有很多比較大的那個房間喔 都設在清真室 還有醫院還有學校的下面 那這個坦白講也是歷史造成的啦 就是他要躲嘛 對啊 那裡面設備比較好 就合在一起 對啊 你怎麼可以怪他這樣 那合在一起就 就造成了坦白講 蘇利文講的都是廢話 蘇利文說 提醒以色列說你要區分 哈馬斯跟平民 怎麼區分 他又不會臉上寫哈馬斯 不然你這個我真 我真的就是說以色列應該問 蘇利文說不然你分給我看 對 怎麼分嘛 對啊 怎麼分啊 就分不了 所以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 他只要打進加薩士 我認為就會有慘劇發生 事實上美國 有一位伊拉克打過巷戰的一位將領來協助嘛 那他基本上研究了加薩士 他就說這個地方如果真的發生巷戰 那至少要打幾百回啊 幾百回啊 不是啊 他可能跟著一棟建築這樣打起來啊 那打到這個建築物被殲滅為止 那就又到下一個建物又開始打啊 他說因為美國在伊拉克有過兩次經驗 對 那個損傷都非常嚴重 那當然有很多是平民啊 對啊 損傷很嚴重 很多說的損傷是 這個巴勒斯坦人的平民 那就是大家全世界不想看到的這個狀況 所以呢全世界輿論才會現在呢 漸漸非常多人是同情以色列 巴勒斯坦的 不好意思跟著 好另外再來看到說什麼呢 那白宮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法 10月29號的時候 白宮呼籲說以色列必須區分哈馬斯跟平民啊 保護無辜加薩的走廊居民啊 請問亮哥就說啊不然你要怎麼區分 以色列現在只有一個做法 就是再次撒船單 請你趕快走 那就只有這個動作 對 他沒有別的動作 我跟你講喔 我甚至還聽到一種說法 說他北加薩地區 現在是嚴格管制各種燃料進來 他要把那個電整個切斷 因為電本來是以色列供應嘛 那哈馬斯多多少少有自己的發電機 那他為什麼要把所有的電發電機都讓他切斷 因為地道需要通風設施 所以他要用發電機不斷的轉動 才能夠通風嘛 就需要燃料 不然很容易窒息 這個他是有根據的啦 因為美國打硫磺島的時候 日本人就是打了地道戰 那美國最後就是用這一招去克服的 就是讓他破壞他所有的通風設備的發電設備 然後讓那個轉不動嘛 那後來很多日軍 日本兵就死在地道裡面 活埋在裡面了 自息而死 看得出來以色列是 一定要這個哈馬斯這個消滅 但是呢 這真的能夠消滅得了嗎 你沒有解決他們的問題 會讓更多哈馬斯出現嘛 那所以呢另外 罵拜登講這些話真的有意義嘛 第一個他就說什麼呢 說等到這個以哈戰爭結束之後 中東地區領袖必須認真考慮戰後的現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分別建國兩國方案 拜登現在被說轉向了嗎 另外那個這個來看以色列也說 要來打這個巴勒斯坦的這個洪新月 收到了他的警告要來轟炸他的醫院了 就是這家醫院 就是這家醫院 就亮哥剛才提的這一家 因為他們不能用十字嘛 所以他們叫洪新月會 洪新月會上就是穆斯林的洪新月 那但是亮哥怎麼看 因為現在戰術就被大家講說 真的有點殺紅了耶 你這個要哈馬斯死 但是你會不會根本就沒有傷到哈馬斯 而是平民受到傷害 因為現在看到什麼呢 以色列說呢用到鑽地彈 想要摧毀哈馬斯的地道網 但會不會傷到更多平民呢 還有來看到包括了 是也準備了海綿炸彈 亮哥第一時間也跟大家介紹 這可以產生大量的泡沫 這就是硬化嘛 封鎖哈馬斯的地道的入口 但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檢察官 卡林漢就說 擋下人道救援物資管道 就會構成犯罪了 對啦可是 沒有用啦 他們也不會出庭 那這個很不幸 按照國際政治的慣例就是 戰勝國從來沒有接受過審判 都是戰敗國 都是戰敗國 這個歷史上也是如此 美國才會掐了德國 日本 還有那個塞爾維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很現實的事啦 所以你講這個 恫嚇不了以色列 對 那 現在我認為坦白講 就軍事來講 第一個就是 哈馬斯的抵抗力有多強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 以色列真的如果打進加薩市 會不會引發國際恐攻 這個我以前都講過了 那如果就 我們這個是指軍事方面 那如果就政治方面 就是 美國的猶太人 會不會開始分裂了 現在已經有分裂的跡象 那他們會不會有 另外一些團體去影響美國政治 因為猶太人影響力很大 對 現在聽到聲音都是挺以色列的 都是挺納坦亞胡的 對 所以我覺得會有一種論述出現 就是說 要區分納坦亞胡跟以色列 是 而且這種論述 至少歐巴馬 他最近寫了一個聲明 就是針對 針對這個巴勒斯坦跟加薩的一個聲明 是 那他就提到 他說 他是長期都支持以色列的 沒錯 可是你這樣幹下去 就是 地面戰爭打到加薩 他認為對以色列的利益是 反而是有害的 對 那 他也引述了 美國有四位非常有名的猶太領袖 那跟他站一樣的立場 就是說以色列你不要以為這樣子 你是現在復仇之火 可是你引發的可能是 幾代巴勒斯坦人跟你的仇恨 越結越深 因為我後來做了一點小研究 我才發現哈馬斯是怎麼來的 事實上散在巴勒斯坦附近 有六百萬的難民 加薩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還有黎巴嫩 約旦 敘利亞 還有 這個約旦和西岸都有難民營 總共有六百萬 那哈馬斯 他的徵召的對象 幾乎都是難民營的青年 那就是他已經非常苦的這些人 而且是對以色列充滿仇恨 是啊是啊 那這個就是 這個既是歷史也是現狀 悲劇 那如果說你再這樣倒下去 那這個仇恨只會更深 他的世世代代就會更多的哈馬斯 當然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說 你要消滅哈馬斯 會讓更多的哈馬斯出現 一定的嘛 因為他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親人 被哈馬斯被以色列所打死 是的 那你就變成世代的仇人嘛 就變成這樣 對 所以亮哥也特別說 美國現在不斷的挺以色列 那會不會也讓你自己怎麼樣呢 國際的聲望大受打擊嗎 因為最新呢 這個國際的民情呢 聯合國一百九十多個國家 現在是一百二十一個國家 站在怎麼呢 趕快停火 不是在美國跟以色列這邊啦 這二十七號壓倒性通過決議 要求以色列跟哈馬斯 兩個地方兩個組織 都要立即的這樣 停火 人道主義的停火 然後呢 這個很多國家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民意 所以要特別講一下 這約旦代表二十二個 阿拉伯國家提出了決議文 一百二十票贊成 四十五票棄權 十四票反對 但是最後呢 伊拉克說 哎呀 我們是呢 這個是贊成的 所以呢 最後票數應該是一百二十一票贊成 四十四票棄權 然後呢 要講的是十四票反對 就是美國跟以色列 然後呢 其中有幾個國家要特別講 法國贊成票 另外還有包括西班牙也是投贊成票 西班牙還敦促歐洲領袖們 不要讓我們成為種族滅絕的幫兇 大部分南美國家也投下贊成票 哥倫比亞還揚言要跟以色列斷交 巴拉圭是唯一投反對票的南美國家 亞洲國家幾乎都是投贊成票 然後呢 以色列呢 要跟他強化雙邊關係呢 這個印度呢 要跟以色列強化關係的印度 他是棄權的 然後呢 還有包括德國 意大利 日本跟英國是棄權的 他們是棄權 這個 這四個國家之前都是支持以色列 對 一開始聯合國那個 你看他們是棄權 都是沒有停以色列了 奧地利 以色列跟美國則是反對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結果 這個是這樣啊 就是說 國際安全議題啊 要有實質的制裁力道 一定要進化安理會 可是以色列背後就綁著美國 就一票縫著 那涉及五常的 坦白講安理會都無能為力了 對 所以聯合國大會通過 就等於是一種國際的輿論 對 國家的表態 這個國際輿論其實蠻一面倒的 就是120票對14票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俄烏戰爭的時候 聯合國大會也通過票 那安理會也沒有能力處理 那譴責俄羅斯的 我記得也是超過100票 對 所以這個東西 這有時候我們講說 國際政治是 強權即是公理 這個當然部分為真 就是說 你中東地區沒有一個國家 打得贏以色列 對是沒錯 稍微遠的穆斯林 大家 大家大概只有嘴巴上講 是不是會真的介入 還不知道 那第二個就是 他背後還有美國當靠山 而且兩大航母艦隊 就直接開進來 對 而且美國 我認為 他已經變成共犯了 因為他已經 把那個夜門打來的 飛彈跟無人機把他擊落 未來他搞不好會變成 不只是共犯 介入了 因為目前伊朗 或者是敘利亞的民兵 不斷的攻擊美軍基地 美國不可能說美軍基地被打 然後都不回應 他已經去空襲敘利亞了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裡面就看你怎麼定義 加沙戰爭 OK 如果說周邊 想要來幫忙 加沙的那個巴勒斯坦 或哈馬斯 然後結果跟 美國在外圍打起來了 那算不算 那你事實上 美國已經介入了 對啊是 對不對 所以真正的是 美國的老百姓怎麼思考這個問題 那現在很麻煩就是 共和黨跟民主黨在比賽 誰支持以色列 對 因為包括什麼川普就說 我們要跟以色列站在一起 這是文明跟野蠻 政派跟墮落 善與惡之間 你看又在講這個 德桑蒂斯也說 這就是針對猶太人最具命的襲擊 然後呢 這個新的議長強森也說 要討論一項 以色列提供的支持的法案 專款 那不提供 烏克蘭跟台灣 這個就是要把拜登那個 預算提案 把它切割 對你不能那麼多 這個跟我預期的是一樣的 我就知道他們一定會支持以色列 不過你就可以看到 共和黨是一面倒 那這個當然會給 會給拜登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才說 美國的猶太人之間的分化 會影響到事情後續的發展 以色列的民眾也是 以色列的民眾實際上也開始分化 因為我跟你講 我最近才知道更多的事實 這個 這個 那坦亞胡他的聯合內閣 他的政黨 多數聯盟只多4席 只有多4席 那以色列的內閣 的國會總共120席 所以他只多4席而已 也就是說他只有62席 62比58 那第二個就是 10月7號被哈馬斯突襲之前 這個那坦亞胡的民調只有29席 對 所以他這個政權本來就搖搖欲墜 所以我認為 以色列的民眾恐怕是根本性的 就是如果他們 要求政府改組 那就有辦法讓那坦亞胡的動作暫停 所以那坦亞胡才會綁著 這個以色列 說我們這個是要滅族之爭 對對對 這都是連動起來 那亮哥這樣美國一直挺以色列 為什麼說他的聲望也會受到打擊 這個就是時間 時間 你去想一想 你這樣全世界的穆斯林怎麼看 是的 你就是一個不講理的老大 全世界穆斯林國家有47個 你不要講穆斯林 你剛剛講到那些棄權的國家就是 是啊 連英國美國都棄權 你就不要講德國了 德國他是戰敗國 然後有對猶太人屠殺 對啊 連他都受不了 連他都受不了是棄權 德國義大利英國日本都棄權 因為英國跟日本就是美國的小弟 他都棄權 那法國你看吧 法國又要出來 我認為法國我就預期馬克宏 一定會出來講公道話 對他有講 因為他國內穆斯林太多了 而且我還跟你講白的 恐攻還沒開始 法國可能會受到最大的衝擊 是啊 所以他不得不表態 對 所以美國你聽以色列沒有錯 但是第一個 你國內的穆斯林團體會受到影響 還有國際你怎麼當老大 大家看你有沒有大國該有的樣子 所以我們特別提到你的盟友 德國意大利英國跟日本 現在沒有站在你這邊 還有呢 法國跟西班牙也沒站在你這邊 看得出來 這國際的輿論也翻了 好的確這一次呢 巴以的戰爭呢 也讓大家要更關注什麼呢 中美誰才有大國該有樣子 我們來看到 中國大陸的這個香山論壇當中 已經開幕了嘛 中國大陸軍委會副主席呢 張宥霞發表致詞 他特別提到 個別國家背後遞刀子 挑起代理人戰爭 作收漁翁之力 他當然是暗指美國嗎 他說個別國家唯恐天下不亂 製造動盪 插手地區的事物 干涉別國內政 顏色革命 收升到哪裡 那裡就會不得安寧 甚至為一己之私 到處這個這樣埋釘子嗎 人為製造很多的地緣矛隊 拉偏架地區局勢更加的難解 背後遞刀子 挑起代理人戰爭 作收漁翁之力 然後這是怎樣 歷史的這個證明都是說什麼呢 害人害己會告宗 然後我想問一下亮哥你怎麼看 那再來看他下一張是什麼呢 是想說美國的確也很需要 跟中國大陸來好好談 亮哥特別提到說 美國現在因為兩邊雙線困局 加薩跟惡吾的關係 所以轉向必須中美要合作聯手 張宥霞這個是香山論壇 香山論壇是北京主導的 國際安全論壇 那中方這個就是主題發言 他是軍委副主席 當然就代表國家發言 那這個就是中國的立場 是清清楚楚 那當然也完全不示弱 就是說對於 知道他就是指美國 他只是沒有指名而已 對 就是像你這樣一天到晚在 南海東海台海這邊搞事 那全世界各地阿富汗 伊拉克中東等等地方 那只要你經過的地方 大家都過得顛沛流離的生活 利比亞不是一樣對不對 就是他所過之地 沒有一個地方有好下場的 這個就是美國霸權 為什麼在世界上 他的威望會越來越差 那因為他是軍人 所以就代表軍方 講出這樣的一個立場 其實這一種在 中國外交部 你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有一個白皮書什麼三霸 對對對 霸權什麼霸靈 萬字的 對對對 我覺得也表達同樣的意思 所以這個大概 美國也知道 這個是中國的立場 不過美國好像還是有派人來 有 不過好像級別不高 這兩個 包括了這個 美國國防部有派相關的人參加 但是這一位女士 她其實非常低調 台灣有媒體要訪問她 她也說我不受訪 這是他們的中國事務高級 主任卡萊斯 前助理國防部長這兩位 對啦 所以 把這個 這個你要比較 是要比較慕尼黑會議 跟比較這個相隔禮大論壇 這個大概就是三大安全論壇 對 就美國舉辦的不算 那大概是與會國家最多 這一次是這樣子 這一次是最多 好那不管怎麼樣 這一次美國也有派代表參加 最近的國際的氛圍也不太一樣 我們剛才說到巴裔的氛圍 還有呢 包括中美的氛圍也是如此 梁哥不斷提醒說 美國也需要跟中國大陸好好合作 加薩的問題啦 還有額悟的局勢都是 他有雙線的困局 為什麼呢 謝錦啊 這個習主席 有沒有可能跟拜登見面呢 現在還是沒有很確定呢 為什麼呢 最近呢這個王毅到美國去了嘛 但是呢王毅就提醒 要重返去年 習拜會 巴厘島共識的基礎 面向舊金山 中美關係要推動指碟氣吻 然後呢什麼叫做面向舊金山 而且還說什麼 不是怎麼樣自動駕駛就能到嘛 也不是一馬平穿嘛 為什麼呢 四不一無一請你做到好嗎 什麼叫四不一無一啊 不尋求新冷戰 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 還有不尋求追求強化盟友關係 反中不支持台獨 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 美國有做到嗎 基本上也不叫做到啦 只有不尋求改變中國制度 這一點美國已經放棄了 因為改變不了 他做不到 做不到 那只要是美國可以選擇的範圍內 他通通都沒做 而且是反方向對著幹 所以中國大陸為什麼會 跟美國完全沒有信任 或者相當的火大 因為他認為四不一無一 美國並沒有修正啊 對 中國大陸發佈了這個 所以你有這麼說啊 美國並沒有否認啊對不對 結果拜登所作所為 完全相反嘛 我坦白說啦 我覺得王毅這一趟 只大概講了原則問題啦 這種原則問題就是說 我們要珍惜中美的成果啦 那需要合作溝通啊 大概是這樣啊 可是具體的問題我認為 通通都沒有回答 對 比如說 美國也沒有對李家超 到底會不會去FM 沒有回答啊 他還沒有解除他的那個制裁啊 沒有 對啊沒有啊 他也沒有表達一個意象啊 說我們會努力 讓香港特首李家超可以 可以參加 沒有看到 沒有 然後 所以王毅也是很精明啊 所以王毅對 這個布林肯跟他講到這個 這個伊朗 可不可以協調 不要參加 那王毅沒有承諾 他沒有回應啊 然後還有軍方要不要恢復對話 沒有 也沒有回應 所以因為王毅也丟了問題啊 說科技制裁要減少啊 美國也沒有回應啊 對啊 因為這個局根本就沒有 財經的代表嘛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 坦白講王毅後來講那個話啊 說面向舊金山 APAC 不是一里平川啊 不是一馬平川 不是一馬平川 不能靠自動駕駛 對對 就是說 這個沒有辦法設定啊 對 是還要靠人為的意思 對 因為還是有一些障礙啊 很多啊 所以你如果靠自動駕駛你就撞到障礙 哈哈哈哈 你要排除障礙 你就到不了啊 你不要以為是平原啊 不是啊 叫那個馬往前衝就會到了 不是這樣的啊 那 他當然有講啊 這個 顯然他對美國對台灣的表態 是不滿意的 對對對 就是一中原則三個聯合公報 還有不支持台獨 嗯 他有特別講 說要 切實 切實的落實 落到實處 落到實處 要表現在政策還有行動 是 那顯然他對 美國線有的行動是不滿意的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折扣 視頻 不停 逐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